不是 金河COA牌面这么大的吗 直接邀请隔壁虚语宝宝代言出现NTR名场面 等于热度直接6.8亿 更有超过800万有时预约 你们是不是好奇这个游戏到底怎么样 好消息啊 游戏在7月14号就要公测了 在上次测试我也是有幸体验了一下 对于这款游戏 我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壁花独秀 首先很多人对这个游戏有些误解 金河COA并非是最近很火的开放世界游戏 而是很经典的ARPG游戏 这种游戏就突出一个代入感 金河的世界观是一个魔法与机械的世界 繁荣整洁的浮工城市 和落后残破的地下街区相结合 直接就带来了视觉冲击 玩法上是因为ARPG游戏 最在意的是什么 那肯定是角色玩法和战斗体验了 游戏分为四大职业八大转职 每个角色都有完全不同的外表 打法和技能 就单独拿剑士去例吧 当我们到达15级之后就可以转职 有魔剑士和狂剑士两个选项 魔剑士突出的就是飘逸 纵小丝滑 真的很适合那种喜欢拖联罩的高玩 潮战士也是后最喜欢的一个职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猛啊 主打的就是猛男玩法 血量越少 伤害越高 关键是这种全权道路的打击感 再配合让金河的多维战斗 完全可以把怪打到空中 然后一套暴力输出之后 直接拿下胜利 这种游戏在经典的副本玩法上 采用的是相停式关卡 完美做到了无缝衔接 哎 终于不用打完一个副本之后 再回城 然后进入下一个副本了 官方想的真是周到啊 虽然战斗和副本很爽 但是金河并非只有这么简单啊 在小怪面前有多嚣张 在Boss面前就有多悲惨 金河CV的Boss 伤害高 血还厚 关键Boss还有霸体 就是说我们不能愉快地打Boss打出僵直了 打Boss有一个最需要注意的 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技能 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闪避系统 很多Boss伤害最高的就是它的关键技能 不过关键技能我们都是可以躲避的 就比如有的Boss放技能 我们只需要跳跃就可以躲避 操作难道更大的就是我们的闪避了 在Boss放出最关键的技能时 我们只需要点击闪避 然后再迂回 这样就可以打Boss一个措手不及 啊 你说什么 反应不过来 没关系 就算你像我一样是个电子小趴菜 我们还可以祖罪打本 到时候直接躲在最有声音后 然后使劲嗑药 这不照样可以通关去Boss手机吗 嘿嘿 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 想和我一起开黑的兄弟 先得点击视频走太奖 就可以获得专属游道具游戏礼包 还有机会抽取iPhone14 机械键盘耳机鼠标 允许周边礼包等奖品哦 快来和我一起爆干金盒CV吧